手银的果报 护法神的警示 不敢再手银了 作者 梁浸胜 莫学在戒银的路上 总是失败很多次 每两星期就破戒 试过很多方法 都莫能坚持下来 令人不知怎么办 后来莫学看到不少网友 分享大量念经戒色的方法 所以也跟进念金刚经 要失经或大成梨文字谱光明藏经 大量念经下 一开始确实有帮助 我忘了多久莫破戒 好像至少三个星期还多久 但后来有次 又不小心看到网路上的新色图文 就又破戒了 结果 破戒的两天后 老妈就跟车辆发生小擦撞 手脚黑青 令人心疼不已 也很自责 因为我一直觉得跟我手银影 想加中风水有关系 所以 我有一阵子不敢手银 但过了一个月后 又忍不住手银 而且这次连破两天 结果 隔天早上 工作机台某功能突然无预警失效 害我不知怎么办 好在拔掉插头后 就恢复正常 但傍晚后 该功能又失效 而且这次完全不动了 还发出怪声 自己也修不好 于是决定隔天请人来修理了 然而 也许这次我诚心跟佛菩萨 护法神发誓 一定要借邪淫 也读经回向 其念邪引人消除业障 工作顺利 工作机台原本故障的功能 又自己好了 到目前位置都正常了 这领我不得不想 也许这是慈悲的护法神 在给我警示 要我一定要好好戒色 才会这样视线 我真的很敢护法神 佛菩萨 一直慈悲在给我提醒 叮咛要戒色 总算明白他们的用心良苦 所以我再次下定决定 今生今世 不敢再守淫 邪淫 也要劝更多艺人戒淫 因为我也不敢再辜负佛菩萨 护法神对我的期望 也不想再害到家人 因为现在极会觉得母亲受伤 跟自己邪淫有一些关联 难无阿弥陀佛 在此希望全世界犯守淫 邪淫的人 都能早日回头试案 痛改前非 戒除邪淫 守淫 并努力精进毒经 行菩萨道 消除业障 版主补充 大量毒经是借色的好方法 因为可以内心清静 清洗内在邪淫的种子 然而 这位同修又破戒 关键原因在于 第一 他读经方法不对 要专心读经 少起杂念 这样效果就大 第二 他上网乱看资讯 网路上奇怪 诱惑 星山色的资讯非常多 包括很多线上新闻都是 可说是魔王的道场 所以借色人 最好少上网看有的没的 包括电影 影集 戏剧 因为容易引人遐想 查资料另当别论 甚至在路上也少盯住女生猛瞧 简言之 就是不要乱看 所谓非礼物事 在少乱看的情况下 一段时间后 内心自然清静许多 非常有助于借色 然而 如果你真的想看点新闻 那推荐中央社的新闻 内容比较优质 正确 不会报道八卦 星色新闻 我会讨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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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的事 是 我会讨论质 我会讨论质